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沈明阳 他也是我的父亲 我有权利公布我爸爸的作品 你无耻 你不相信啊 我告诉你这是事实 我没想到 你这么恨我 竟然连这种话话都说得出来 你好好地看看 DNA血缘检测报告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你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 你好好看清楚 吴公 小心 不要自欺欺人 告诉我 爸爸最爱的那个女人 她是我妈 所以她最爱的那个女儿 自然也就是我 至于 她为什么没有跟你妈离婚 只不过是可怜你们母女爸 所以 至最亲爱的女儿是给我的 我是给你的 沈天天 你这个名字取得真好啊 你知道吗 你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你就是一个笑话 亭天 亭天 你怎么了 亭天 汤果 你对她做什么了 她自己那么激动 你可不会怨我 亭天 你怎么了 你们怎么еров애 你什么那个 你跟怎么样 按 编닐 怎么验 就是 劲 大夫 怎么样 大人保证了一条命 但是孩子没了 病人现在不用休息 终于千万别刺激他 消场以后不能情绪波动 否则那容易引起他作用 谢谢啊 不要谢我 病人已经知道了我病房 你赶紧去看看他 方言 我看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呀 你又可以追求沈天天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抽你一千个嘴 天天的孩子回不来了 你怎么这么逮着我 你利用我害天天 你怎么还有人性吗 我还有人性吗 沈天天的爸爸也是我的爸爸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不开 他刚一知道就想不开 这怪我吗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偷走他的作品 为什么呀 我偷走他的作品 你有证据吗 我堂堂李氏集团首席设计师 我有必要偷走一个 曾经给李氏集团打杂的 小喽喽的作品吗 可笑 童话 你怎么满嘴瞎坏 这个作品是我跟他一起设计的 我现在不想跟你废话了 我得去看看我的好闺蜜 你是天天怎么样了 你给我站住啊 童话 我最后静好你一遍 你要再靠近他半步 我一定杀了你 你滚蛋 你要杀了你 好啊 我管 我让赵明远来跟你对话吧 恐怕他现在还不知道 你跟沈天天 单独来伦敦了吗 喂 赵明远 我有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你想先听哪一个呀 我对哪个都不感兴趣 那沈天天的消息 你有没有兴趣听啊 你说 好消息呢 就是我拿了这次设计大赛的冠军 多亏了天天的作品 她的设计简直是太棒了 坏消息呢 就是你做不了爸爸了 沈天天现在正在躺在医院里面 恐怕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肚子里的那个孩子 没了 汤谷 你编这样的故事 有意思吗 沈天天没有去鲁徒 你不会不相信我说的话吧 没关系 我可以把地址发给你 你自己亲自来看 我还忘了告诉你 那个王爷 现在正陪着你心爱的天天 唐哥 喂 天天 天天我是蜜云 你醒醒 她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只不过发高烧 明月 孩子没了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啊 你给我出来 走 你为什么给她买机票 为什么让她来伦敦 汤火 为什么 我记得我上次跟你说 我是汤火队天天做到丧的一切 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你为什么不相信 没有 我真的不相信汤火会做出这一步出来 不相信 你现在看见了都相信了吧 汤火不会设计 所有的设计都是天天出的 你妈你跟她先在设计师 也跟她设计师 我现在不跟你计较这么多 如果天天有什么事 她 饶不了你 饶不了你 老板 约翼老 这不得就是 你为什么不想要 我怎会 我喜欢你 现在uka 这么多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